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 现在外界就在担心 这个韩国瑜跟郭台铭 好友谊 能不能够真的整合 那现在郭董传出 是不是有可能 毁他之前诺言 因为他之前说 国民党推出什么 谁哪一位人选 他一定会全力支持到底 结果呢 是不是要毁诺言要蛮干呢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 是有没有可能要并购 民众党呢 现在遭到狠狠打脸 现在是传出 有媒体的报道 说这是郭台铭 他在端午节拜会了谁 拜会了王金平 干嘛呢 表态说要独立参选 还喊出说要并购 民众党跟柯文哲 但是呢 王金平的办公室 已经发出声明咯 他们说 郭台铭端午联假 的确有来送礼物 但是没有谈到选举 等于否认 我沈父兄沈大佬说 郭董啊 你仍以理智性 请问这五个字 你做到几个字呢 做人做事在台湾立足 能不能够立足 不是看你有多少的钱 钱不是一切 那另外呢 他也提到说 今天走到这样 还要这个郭柯佩吗 我现在真的怀疑 他的智慧了 那柯文哲则说 这是呢 政治跟商场 还是不太一样 政治固然是有 世俗的一面 但是也有理想的一面 在商场上 钱是唯一的考量 政治上是吗 并不是哦 等于也打脸了 那另外呢 柯文哲也说 被问到说 如果政党合作 用并购来形容 他说天哪 这个一听 大家就 吓到了 吴子佳则认为 柯文哲已经不需要 郭台铭了 毕竟郭台铭现在 民调第一呢 好 那大家也问了 那柯文哲已经想好 这找谁来当隔魁了吗 的 吴子佳则认为 这个行政院长 一定是国民党的人 因为他认为 柯文哲 必须要有实质的蓝白河 那另外亮哥则是提出 民众党居立委提不出一个名单 在民主国家的经验当中 没有靠一己之力 选上总统的一个先例 接下来我们要跟明贤哥 再来聊聊的是 郭董真的假设 他真的要去并购民众党 当然现在王金平办公室否认的 但如果假设这个传言是真的 假设郭台铭真的想要去 来并购民众党跟柯文哲 当然第一个问题是柯文哲他们 民众党愿不愿意吗 还有需不需要吗 第二个假设真的是这样子 对国民党的冲击 会不会非常大 你怎么看 呃真的有钱很好了 可是金钱不是万能 不是什么都用钱买了就有了 一个政党像现在讲说 郭台铭要 郭董要并购民众党 柯文哲也打脸啊 真的在商场上 柯文哲讲的没有错了 商场上金钱可能是很重要的考量 可是政治上并不是这样子 你不论成立政党 甚至你要选举 都是要包括你的个人人格特质 甚至包括透过你的理念 去争取人民认同啊 那郭董大家记得你是什么 黄海董事长 你经营好不错 好现在黄海股价也不错 可是大家更重要的记者一点是什么 你5月17号 国民党总统初选结束之后 你在脸书发表的那一句 我再念一次好了 郭台铭在脸书讲了说 恭喜侯友宜获得征召提名 侯友宜是国民党内最稳固的民意基础 基石也是最好的人选 他将信所承诺尽最大的努力 支持侯友宜胜选 让无能的政府下台 这些是郭台铭的脸书上面 白纸黑字写的哦 大家回去找一下 5月17号郭台铭的脸书 这些承诺都在 那你现在是不是说 如果不论你是要独立参选 或不论你跟柯文哲要搭档 那你现在5月17号的脸书 你后面要括号写说 此文作废吗 还是写前文作废 还是说我5月17号讲的是屁话 要这样子吗 我觉得不论是商场 不论是政界 甚至做人的最基本道理 就是讲诚信讲道理 你不能说哦 你当初5月好 你愿意参加国民党初选 你现在选输了 没有提名你了 现在你就拐败罩 真的这不是做人的基本道理 如果你5月17号 那时候侯友宜 民调高 声势高 你说表态要相挺 现在侯友宜民调稍微掉下来了 你就说 你就说可能令主心党 或跟民众党整病 或跟柯文哲搭档 我觉得这也未免太投机了啦 人不应该是这样子 要信守承诺啦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对郭董最好的是这样 兑现他当初讲的 我觉得人不应该这样跳票 做生意也一样啊 你答应人家的做生意的跳票 这叫跳票 这是背信 这个很严重的 你承诺要支持侯友宜的 定最大 你的最大努力是什么 你要展现出来啊 所以我就是这样 郭董他也可以 我觉得可以及时刹车啦 对他最好 甚至对他人生 甚至要取得最好 社会最大的 最好的评价是这样子啦 在国民党全代会之前 我觉得他可以公开表态 甚至也可以主动 主动致电侯友宜 两个竞数会面啦 甚至郭董也可以到党中央去 表达他对国民党 甚至对侯友宜的支持啊 人要怎么去兑现这承诺 不得你这一张空白支票 大家会追着你 哎 拜托你当初5月 10千额不是说要支持侯友宜 结果现在 所以 动作那么多 郭台铭去拜会王金平 端午节拜节 这些都可以都没有问题 可是你当初的承诺 就是在这里啊 我觉得 人无信则不利啦 这些做法都要 当初你的承诺就要一一兑现 否则现在太多动作 老讲啦 我觉得沈副雄沈大佬讲的对啦 假设郭董独立参选 变成世主人的话 那等于公开保送民进党 公开保送賴清德继续执政嘛 这是大家乐见的吗 这是你郭 还是你郭台铭 就是要让民党继续执政 民党继续执政 这也不符合你当初的想法吧 要如何下架无能政府 现在当然啦 民众党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作为第三大党 他本来就要打下他的地盘 他要提名他的区域立委 可是对 最大在野党 国民党来讲 除了整合内部 包括金普聪出来抄刀之外 郭董当初讲了 他要如何兑现承诺 我觉得是这样 我再提醒大家 郭董的妈妈 真的对国民党很好 当初洪秀柱主席 就说 被我们被民党包抄的时候 甚至被查封党场的时候 郭董的妈妈 借了国民党5千万 这个恩情要记得 我觉得郭董是很孝顺的人 下一步要怎么走 回去问一下妈妈 我觉得真的不要让民党 让赖清德躺了选 所以该怎么做 郭董的答案其实很清楚 只有一条路而已 好 非常感谢明星哥精辟的分析 我们先进一张广告之后 更多精彩的讨论焦点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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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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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